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翔子 前两天见一个种植户 一见面他就开始吐槽这个出草地 说这个百草枯也不能用了 连用草安林成本又太高了 草甘林自己用心理由没底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告诉他 其实用这个草甘林也是可以的 这个草甘林用的时候 有很多注意事项 基本上跟百草枯差不多 首先就是这个草甘林 它使用的温度要在18度以上 只有在18度以上 这个草它才会吸收 起到一个很好的出草作用 另外就是咱不要在早上 或者说是在中午打草甘林 有些人说是早上打效果好 其实我不建议 因为这个早上这个叶子上面有露水 这个药打上去之后 遇到露水之后直接就把这个药吸湿了 它影响这个杂草对这个草甘林的吸收 另外就是早上打上去之后 这个出草地要几个小时才能充分的吸收 早上去打上去之后 到九点钟八点钟 这个太阳升起来了 把这个药直接就蒸发了 它也影响这个药效 咱们最好就是在下午的五点以后去用这个药 另外就是打这个农药的水 咱们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用清水 不要用这种浑的水 像有一些在用这个河里边水 或者说是用这个路边这些沟里边的水 这样都不好 因为这个草甘林它预土炖化 所以说你用这个浑水的话 它会影响这个出草地的效果 如果喜欢我们视频的话 欢迎大家多多为我们点赞 我是翔子